位于丰台区的白家 老宅正面临着拆迁 如果按白家几个子女的设想 拆迁利益 由白家兄妹七人均分即可 因为享受那族业团 就因为我们七个人 兄妹七个人分这个族业团 他没权利 可谁也没有想到 就在签署拆迁协议时 却出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在白家七名子女之外 又多出了一个人 要分割拆迁利益 他会得跟拆迁办要两套房 拆迁办不同意 拆迁办没有这正方 所以本来你是孙女班的 没你权利分忙 他们说就是我们七个人 一百一万 没有归你什么事 这个牵涉进白家 祖宅拆迁中的人 其实也和白家颇有渊源 他就是白家二哥的大女儿 从辈分上属于白家的孙伯 那么为什么白家其他的孙伯 均和拆迁无关 却只涉及到他一个人 后来我父亲死了以后 不知他什么时候把他闺女户口 扔里的去 是我大闺女啊 93年我爸爸还活着 就把户口 他结果就把户口搁着 你说你把户口扔进去 作为我来讲 过去那个丰富习惯 应该老大应该知道 应该我父亲就是我父亲让你签的 也起码跟我打个招呼 白家二哥表示 早在老父亲在世时 女儿的户口就迁入了老宅 从没有刻意隐瞒 然而白家其他子女却一致表示 侄女户口的迁入 并没有跟他们商量过 就这次说拆迁 说必须拿他的签子 这我们才就是他把户口扔里去了 另外一个房伸给我们的地儿 对不对 你应该是跟我打个招呼吧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您认为这地方拆的是您的房 是因为你觉得你的户口在那儿 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户口是吧 当年你跟你爷爷说我要把你 我要把户口给挪到这院的时候 你根本跟他说以后这可就归了我 说吗 他答应过你吗 他同意的你是搬进 把户口迁进来 还是说以后这院我整个都给你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动了这个念头啊 我也不知道 我这兄弟我这妹妹都不知道 你觉得是不是抢占主意的 侄女要房不要钱 让拆迁至今面临阻碍 你拆迁板说主张走活病 还我侄女拆市长 你拆迁板跟打嘴都紧着 说是让他跟他丁巴那儿有 要活力也行 你必须给我买水套房子 咱们没了什么 刚才那我说不要 他说给我买一斤房 我不敢 叔伯姑姑齐上阵 只为了梦青 侄女究竟有没有继承权 不容让他继 人都应该村子继承 你没有你那个什么呀 外是从外走的呀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 就是这回就对的是户口 而且你觉得说得通吗 房子不是你的 地不是你的 然后因为你户口在哪 你就得有份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所以说你你爹还活着呢 是不是 你只能继承你爹妈的产业 你继承不了你也哪个产业 眼前的利益牵扯出了过去的积怨 让一家人渐行渐远 他们一直就拿我爸不当哥们 那他们互相之间把彼此当哥们 他们哥哥几个走的特别紧 所以也就是只有您父亲在这家里是孤立无缘的 对 那是为什么呀 女儿户口迁入老宅 让白渣二哥与其他兄弟姐妹之间产生了隔渴 原本关系就不十分亲近的几家人 为此更是分裂成两个阵营 眼看着拆迁利益就在眼前 却因为侄女的原因久久不能拿到 所以白渣人最终决定 来到第三条解释寻求帮助 我想问一下 您这个家里面一共叔伯有几个呀 姑姑 一共七个 对 您家的这个等于是您的爱人 您的父亲是老二 是吧 那另外六个现在是今天到齐了吗 我们都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年纪先到 我都看到 你们是很久没联系了吗 没见过吗 从一拆开我们就没联系 什么时候拆迁的 我们家拆迁了 今年八月份 这房子拆迁吗 对 我父亲的 我父亲的那个 我父亲的那个 总业产 总业产 刚才我们开始之前啊 沟通了一下 您家这个地方啊 其实 可以说还比较偏 在丰台也算是比较偏的地方 对 那地儿有多大呢 这是我们的街上 算上好像是290多吧 全都算上是屋子加院子 屋子加院子290平方米 据了解白家子女们提到的祖宅 如今已经拆迁结束 左邻右舍已纷纷拿到了拆迁利益 眼看自家利益 因为侄女的原因而耽误 叔 伯 姑姑们都无法淡定了 那么侄女现在有什么想法呢 那现在这个您这一家和其他那六位 他们的这个你们之间的分歧在哪啊 我们之间的分歧就是说 我的户口在老院子这 我跟我女儿的户口在一个老院子 可是那个房地地是爷爷的 现在就是 他们六个人想把那个 就是说那宅地地 宅地地合成货币 可是合成货币 他也不给我房也不给我钱 就想他们七个人分了 可是我们现在拆迁就是说 每个人有户口的就有五十平米 那这不是那样的 那户口挪进去了吗 那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 那个是爷爷还活着呢 就是说我刚刚生完孩子 后来就说 我说爷爷 我说您这户口 我说我都结完婚了 我把户口签到您这行不行 别人说可以签进了吧 据侄女讲述 1991年在征得爷爷的同意后 他把户口签入了祖宅中 魏承祥在二十多年之后 祖宅会面临拆迁 并附带巨大的拆迁利益 他当初为什么要把户口签进祖宅呢 他结婚就把户口签进去了 我说省的老人的鱼儿就把他搁上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把户口签进去了 白家二哥表示 女儿当初把户口签进祖宅 无非是为了避免老父亲的户口上 只有一个人显得太冷清 可就是这个决定 却导致了白家上下今天的巨大风波 明白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分七份 还是分八份的问题是吗 对 您的意思是既然您的户口在里面 您应该都也算出一份来 对 所以应该是分八份 还有其他人参与到这里面吗 除了他们七个和您之外 没有 没有了 没有其他人的户口了 也就是说没有人 就有我闺女的 我女儿的 您的女儿多大呀 我女儿二十六了 二十多了 那她是不是应该如果说算的话 应该也是有她的这个优务 她那个户口也在那 跟我就在一样 对 所以说如果要是算进去的话 她应该也是有那个人头面积 对 郑丹丹丹丹的意思是 她其实是可以有两种选择 对吧 一个是要钱 一个是要房 对 然后你最可以选择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七个人可以分 我一直就说 没说不给你们 可是你们得把我这个房钱 得给我 不是什么 我要吧 我不要钱 目前白家老宅中 有侄女母女二人的户口 故他们属于拆迁对象 而宅基地的使用人 为已故的老父亲 故白家兄弟姐妹七人 也是拆迁对象 安政则要求 签拆迁协议时 必须由所有拆迁对象 全部到场签字 而目前白家的两个阵营 一方要拆迁款 一方要房 自家内部都无法统一 更别说聚在一起 争取拆迁利益了 那这事怎么不能商量呢 他们就说这个 这个 拆迁地啊 是爷爷 爷爷留下的 就应该由他们七个人分 没有我们 你们俩什么事 就说你 你 你就是在那 占一个户口 就是说那个什么 他们那点 就是说答对 他们商量好了 像拆迁协 他们说 他们打的要货币 货币呢 就是说给得的是二百 不是七百六十九万 他们说他们七个人分 就是说没有我们 你俩什么事 我说那我不敢 他也搬走了 我也搬走了 现在就是那房啊 现在就是他有两间 韩战的 我哥哥有两间 他有两间在 是吧 就是四间在 除了白家二哥 其他子女们都认为 拆迁宅院属于祖业产 牵涉不到孙辈的人 拆迁利益 就该兄弟姐妹七人均分 但是要想签拆迁协议 侄女儿母女俩 必须得签字同意 这真让人犯了难 那么这拆迁政策 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您家这个拆迁的政策 是如果要了货币的话 还会有优惠购房面积吗 没有 就没有了 就等于说放弃这个 放弃这个政策的房子 只拿钱走人 对 是吗 我们家那边是 要不然就是货币 要不然就是房屋 那个什么交易 就现在选择货币补偿 已经是定下来的事了 没有 也没定下来 那您是怎么讲的 我现在就是说我要房 但是不可能这一个整体 一部分要房 一部分要钱是不行的 那你现在就是说 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那儿是 以谁为主拆 就是说我的户口 这事得问您啊 我的户口我在那 我就是要房 我不要户 什么户口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要不用这 对呀谁都不知道 就这次拆迁的才出来的 我说因为我 闺女户口戴这 带着院子 要不你把他这钱 给他 给他的房子 盖他的给他 不给他的 咱们 咱们 对不对 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知道他模特意 就说 他们七个人分 我说七个人不借 我说为什么 你们零零零零雾好 你们签不了这合同 签不了 盖不了 他这房子也拆不了 侄女告诉我们 拆迁补偿有两种方式 要么全部拿房 要么全部拿钱 在这个问题上 白家子女与侄女间也存在着分歧 为什么明明是大家得意的好事 在白家却商量不出个结果呢 白家二哥一家 与其他六家的关系又如何呢 您家这些叔伯之间 姑姑之间关系好吗 不算太好 因为您看您家的这个 您父亲是老二 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 当不当正不正的 这么一个中间的位置 但是却是被老人选择了 一起生活的 对 不是爷爷 就是说奶奶有病之后 爷爷第一要求 就是说必须 我跟他我三人都过 我不跟别人 我哪都不去 我就向他那 所以奶奶死了之后 爷爷给我们过了八年 87888990 乘19293 六年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走动频繁吗 不频繁 爷爷活的时候 他们去 他们也 就是说我们养的爷爷 是他们一分钱也没输 也没让他 一年都不上这瞅瞅你 到这给你送一匣子来 送一瓶酒 管什么用啊 我那老去 我不是孩子 孩子们去了 我闺女去 这俩闺女我不说 谁都给买吃了 看来白家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很亲近 不仅彼此间缺乏关系 平时也很少沟通 难怪侄女 迁入户口的事情 在二十多年后 大家才得知 那么白家老宅的宅基地 使用人 在老父亲去世后 是否有过变更呢 那这个宅基地的使用人 现在变了吗 我现在不大清楚 您不清楚啊 您家有地契吗 地契那个以前有 就是说不是房本 就是说 是以前的地契 还是爷爷活的时候 就一个买的 那么一个收据 那就是老地契 后来就是721那年 这个大爷拿着 他说大水给冲跑了 冲着我们也没人 那您家这个宅基地的 使用人到底是 属于谁 这个在你们那儿 当地有一个说法吗 比如说在大队 或者是在什么地方 有一个可以认可 这个宅基地 到底是属于谁的 现在我也不打听 这个就是大队 你知道这事 我们那院子 一直都在那儿空着 空着啊 就是后来是 我们老太太死了以后 她是86年子 谁说86年子 妈86年子 是啊 她是说86年子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老太子了以后 老太爷子就说跟着我 一直就跟着我那儿过 一直就死了 那孩子就在我那儿 您说在您那儿 是什么意思 是那房子是您的房子 是您的房子吗 别人没人管 不是 就是说那个奶奶死了之后啊 爷爷就搬到我 我爸妈那个院子了 就一直跟着我爸妈 什么想没人管呢 说说没人管 谁是街道的 是啊 这吃了喝了 这这这这 买的东西都谁买啊 啊 给钱谁给啊 据二嫂讲述 白家老父亲 是自家给养老送中的 而白家 其余 兄妹六人却说 老父亲在世时 他们也经常买东西和看望 看来在拆迁之前 大家虽不亲密 但也没有什么显著的矛盾 此次事情闹大 并影响到家族亲情 早火线还是拆迁 这个院里有房子吗 这个院有房子 就是说快拆的时候 这拆的一个大院 这间房 三个人盖的 三个人盖 谁盖的 对 我大爷 跟我四叔 还有我们家盖的 爷爷盖过吗 这里边的房 爷爷盖的房 全塌了 没有了 全塌了 就是你们家 你修的是几间房啊 我盖的就是两间 两间 然后大爷盖了几间呢 我也不打轻 你不在一个院里吗 就是说一个人一个院 这一块地儿 就是盖一块地儿 然后一人盖了一个院 对 现在那一块地儿 分了三份 一共不是在200多平米吗 那没多大 咱修了三个院 好 现在就这几间 这两间 那三间 这两间 所以我没要 我要要 一人还合不了这么去 这些都是后来 他们最好自己在盖盖的了 对 这是七 一三年 然后这个户口呢 就 户口只有我 跟我闺女的户口 其他人户口都不在这 对 其他这个大爷和四叔 他们自己有宅基地吗 他们都是 结了婚就走了 在外边住 白家的老宅目前被分为三个院子 分别是白家的大哥 二哥和四哥 但是老宅的户口上 却只有侄女跟他女儿的户口 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究竟是家族内部多年延续的结果 还是为了拆迁而设计的呢 对此 调解嘉宾提出了疑问 你们拆迁这个位置 大概是在北京的什么地儿 都开到六 挺远的一地儿是吧 五环外 那什么时候开始说要拆迁的呀 我们都不知道 都说那个快拆迁了 是近期呀 还是有几年了 原来就吹过这个风 就是比较突然的 我也不知他们是亲的有信了 是什么呢 2013年那会儿 就非得要盖房 你爹还活着 你听什么你这儿 要你爷爷遗产 你只能让你爹 要你妈的产业 要不然你爹去哪里产业 他们还得掀盖 还得搁东西 当然说咱们搁 哥们利用咱们得讲着的 我说我什么都拆上了 当最就最后什么 剩我们的地下来 据双方讲述 在没有得到拆迁通知的2013年 白家的部分子女 就对老宅进行了翻看 无非是为了保住这份家产 而作为孙辈的侄女 虽然在户口迁入时 并没有明显的目的 但事实上 却为他带来了争取 老宅拆迁利益的机会 当时你们结婚 以后是住在爷爷的院里 是吗 没有 那您住哪啊 我刚开始一直跟着 爹妈一块住的 那为什么不签到 爹妈的院里啊 我就在爹妈那个院的 我就是签到爷爷那个 那个什么 他把户处挪过 他一边都没住 您家是招的上门女是吗 他是接班的 我说我半手鱼吧 我不半手鱼 我们俩人回到这儿 就耗下这点工资 涨房不够啊 侄女如今认为自己是拆迁腾退对象 因此在尽力地争取着自己的一份拆迁利益 对此 白家二哥和二嫂也表示了 对女儿的支持 并强调了自己的困难 您家先生是老二 但是他没有来到现场是因为身体不好 他老有病现在 他什么病都有走着 他来了也饿不了主国 他来了 就在那边有一脚的关 我说这儿近点 然后他那吃包饺子 做饭我做得了 你还得顾他 据我们记者说 他的其他的哥哥呀 妹妹呀 说都是去看望过的 是吗 我问他什么时候看过 他什么时候看你 所以你两位是否认的 不是 我就说什么时间 是拆迁以后还是拆迁以前 那我想问您呢 就是他的兄弟姐妹 有没有去看望过他 就是说兄弟拆迁以后 没有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 拆迁这件事 大家闹得不愉快了 所以就不怎么来往了 即使他们的这个 家里的这个兄弟 都病了 也不怎么看了 你是可以这么理解 跟老街上当中过去 跟 这段亲人当过去 不是什么回事 显然白家的心情关系 以拆迁为分界限 受到了很大影响 眼前的利益牵扯出了 过去的机怨 让一家人渐行渐远 刚才我们问过 主持人问过他 你们关系怎么样 他上来说的就是 他妹妹都不 都不上我们去 对吧 本来关系就一般 对 是吧 其实跟拆迁关系不大 以前就从爷爷活的时候 他们就说 经常到那去看爷爷 看什么 等爷爷一死了 他们就慢慢慢慢不去了 一年就去一次 两年去 跟他去他家多吗 这两年没有 就是春节 就是春节去 好像您父亲也不怎么 他们商量啊 他们一直就拿我爸 去拆迁关系 要是当哥们的话 他们这次拆迁的时候 他不会说 让我爸爸去拆迁办 他是通知了大队的头 让我爸去拆迁办 到拆迁办之后 是大队的那个村长 通知我爸 说您家闺女 要是说要房 说你们家的哥几个不同意 自从闹起分歧 白扎二哥与兄弟姐妹间 来往就少了 侄女说 即使父亲生了病 亲戚们也不曾来探望 这个我听明白了 我想请问 为什么说 他那几个哥们弟兄 都不把您父亲放眼里 是因为什么 他们 前面就 为了就 就想把他孤立起 就那边吧 你跟他们差着倍呢 对 他们觉得跟你说不着 是 我觉得这也没 是吧 你不是说他们不把您的父亲当车吗 那他们互相之间把 他们哥 哥几个走的特别 所以也就是 只有您父亲在这家里 去经历 对 那谁为什么 我也不大听 有我们姐妹 七个分 立友协议的 对吧 他爹也 趁这儿 对他爹也 据了解 百家内部 曾经有协议 老宅的宅基地 分别有几家使用 大家也约定 如意拆迁 择利益 突然出现了 侄女的户口 却横生枝节 打破了之前的平衡 而原本 由七人均分的利益 如今 是不是要分成八份呢 真的一个人结了 婚了都有家了 是不是都应该 从这家里离开了呀 他说 都从这家里 对 对 那为什么您家 还跟老家 裹着一块过呢 我没跟他们裹着过 我们单着过了 你那没给你家吗 没给你家吗 你听着 他反复 他说了 说了不算 算了不算 我明白 我明白您想表达的意思了 就是照我们的理解就是 老二家多少 从老家这 至少还有个朋友 有人连棚子都没有 不是大家如果家里宽敞 谁不愿意跟家待着 你这做事 你实在太霸道了 所以这哥几个 这都一样 我说是他们的 做给他们 是我们的 您必须得开 您的诉求就是 您认为这次拆迁 有您的份是不是 对 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院子 整体上拆迁了 是对象是谁 拆的是我 拆的是谁的房 我现在 就是不大清楚 他这是拆的是 对的是房基地 还是 还是那个 我就这么跟您说吧 您的您认为 这地方拆的是您的房 是因为你觉得 你的户口在那 而且是 唯一的一户口 是吧 当年你跟你爷爷 说我要把你 我要把户口 给挪到这院的时候 你根本跟他说 以后这可就归了我 说我吗 他答应过你吗 他同意的 你是把户口牵进来 还是说以后这院 我整个都给你 没说 说过吗 所以为什么 你现在动了这个念头啊 我没动这个念头 我也没说 就是说这个院都是我的 没动念头 那是什么目的啊 你这地方都有 后来我就说我干 就我当时他说 我干这副房子 他们姐俩 没够帮我干 等着我姑娘 他们回来来 在外天 在那儿瞅瞅 还说还真行 老大也得真 不干 怎么着 他这 这俩俩 那不是 我说 哎呦 人你都得了 你没得到 目前白家老宅中 只有侄女的户口 但这是否代表 拆迁就只针对 白家侄女一人了 对拆迁对象的认定 究竟是以什么条件 为主导 你为什么会觉得 拆的是你啊 我没说拆迁是我的 你刚才刚说完 我问你 你认为他拆的是谁的房 你说是我的 是他认为 他在这拆迁里面有份 你要告诉我你的理由 我就认为 我在拆迁 是要是说对的是 我是属于疼退户 说了不说 一直你没在你院都住过 怎么怎么会你是疼退户 站的又不是你的房 我的户口在哪 你有没有证据证明 就是这回就对的是户口 而且你觉得说得通吗 房子不是你的 地不是你的 然后因为你户口在哪 你就得有份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我那也有房子 知道他们什么人 你知道如果地不是你的 你爱把你房子搬 搬在那 就是就盖在那 如果说话搁的人会跟你说 那你把你房子背走 所以你想想看 拆的是那个地啊 还是那个房啊 拆迁的是针对什么呀 你得琢磨琢磨呀 这是说理的 对 你要怎么 咱就常这点 公平工程 人家毕老师公平工程 这个腾退补偿啊 腾退腾退的 它是房屋啊 还有这个地 它并不是腾退你们的户口 所以你单凭你自己的户口 说爷爷这个院子 就是你个人的 实际上是说不通的 我是想问你一下 刚才你们说 一三年左右就知道 要拆迁了 对吧 您的户口是 九一年就进来了 对 您的户口进到了 这个院里之后 其他人家 并列的啊 你的这些叔叔啊 姑姑之类的 他们知道吗 他们都应该知道 对于户口的事情 侄女再次进行了解释 他说自从1991年 自己的户口迁入老宅 至今已经有20多年了 其他人不可能不知道 是您说的 还是您 您骂 跟谁说过 那个 您的户口挪得 您的户口挪得 应该知道 是明确表示他们知道 你们告诉他 我 我没告诉他 没告诉他 那你怎么知道 他知道 他们因为拆迁时 他们就知道了 17年 拆迁的时候 他们知道了 可不是17年 你就拆了 我们才知道的 但是刚才咱们说了 13年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知道了 或者说 听说了拆迁的信了 那个时候 为什么不把户口的事 跟他们起家说一下呢 13年 他们也应该知道 我这户口在哪 13年盖房 你都没说 那户口在哪 白家侄女承认 关于户口的事情 他并没有主动告诉过 叔 伯伯伯伯们 但他认为 大家应该知情 那么 侄女在老宅盖的房 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怎么知道 他们知道的 他们先盖的房 我们呀 是后盖的房 因为我那院子小 我院子们小啊 我还有一老闺女 我就是跟你说话 我就两闺女 他呢 他在不是这 这封台这 有一间网 就没啥办了 后来他就说 我这户口 接了婚 一直没走 就是您家这大闺女的户口 进了这个院 现在因为这个户口 要主张利益了 那么当初 有这个户口的时候 别人知道不知道 听说要拆迁了 有没有告诉别人 户口在这 他们应该知道 我的户口 他们都知道 他们自己知道 才有说户口在那 根本就不让他盖 不管他们知道不知道 您把户口搁到那 讲不出道理了 我跟您这么说吧 我们那个街上的户口 不是就我们一家搁到那 我跟你说 你们那个村的户口 如果都是这样的 它也不是有道理的事 调解嘉宾指出 无论白家其他子女们 是否知情或同意 作为孙女 在父母健在的条件下 却在爷爷的宅基地上 落户盖房 都让人感觉有些蹊跷 那么对于老宅的来龙去脉 白家的其他子女们 会如何讲述呢 这个22米多乘12米多的 这一块地 就是父亲的 对吧 对 分过家是吗 对 分家针对的 就是这一个地方是吗 有分家协议吗 没有 那是我父亲 跟我舅舅给分的 就是一口头协议 口头协议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八间房啊 一人四 一人两间 四个儿子 一人两间 对 一人两间呢 这这是抓的旧 他呢 抓的是脸棚 跟你的屋 这老婆呀 陪我们一底 一边一间 外边是一间两盆 哦 这就两个两盆 一人两盆 两盆 两盆 礼物我们要 哦 就前一三年以前 下雨 他们就 他不就盖房了 我们那四小说 我说那你 你把那个拆了 你卖去吧 我们不要 我们几个人 就能那一间屋 层子 出来的 据当事人讲述 当年分家 是通过抓鸡的方式 进行分配 四个儿子 每人两间 但位置有所不同 据二嫂回忆 二哥当时 抓到的是 老宅的一间屋子 和一间碾棚 于是 他们家 便搬出了老宅居住 看起来 老父亲 当年用抓鸡的方式 分家也算公平合理 但在白家四哥心里 却始终觉得 老父亲偏心二哥 别的是特别疼老二 对 特别疼他 是吗 是 可是他整个抓的 你家老爷子 对老二和对你们 生的这些 态度是不一样 对 是 这事从什么时候开始 打小胡就这样 所以因为这个 你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 那他自己看的 他自己的认为 他跟他最好 还有韩南那 跟他最好 我是用什么呀 用王老爷子 我父亲 我妈死了 我父亲跟他哪儿去了 那是分家伙就这么分的 我妈先死了 死了以后 我们俩给罚出了 后来呢 我父亲死了以后 他不出 他不露面 他在医院待着 他不出来 我们那个弟妹 上我那找我去了 这次他找着我这大哥了 你可怕我病重 怎么办呢 我说那怎么办 那个病重看去呗 我问您 您说是不是啊 您说我们老爷子 跟他那儿过去了 是从这院子里走了 对 我母亲死了以后 我母亲死了以后 分家那点事 我们俩养我妈 据了解 在白家老母亲去世之后 老父亲就跟着二哥一家生活 这是不是和侄女户口 迁入老宅有关呢 对此 几位叔婆姑姑们 又会如何表述呢 那那个时候 大概在91年前后 侄女的户口 迁到了院子里 这事你知道 谁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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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就这就 就这回拆签 这回拆签 是从13年知道信 还是从17年拆 今年 就是17年听知道的 那个今儿 我父母 你活着活 分家呢 分家 我跟邯郸 我兄弟了 分家 我们俩呢 我父亲又从 从那个大队里啊 给他要了一处宅子 他们都外边盖房去了 给分给他那个部分的 那个房啊 都拆走了 拆走了呢 以后呢 后来我父亲死了以后 不知他什么时候 把他堆进户口 弄里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拆签的相应文件啊 有这个 拆签安置的相应方案 当中呢 确实有 对这个 在这个宅子连 有这个户口的人的 一个安置的 一个特别的说明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 是一侄女啊 在其中呢 是有一定犯格 一三年知道拆签的信是吗 没听说 那点都没听说了 那一三年 为什么大家都 跑到那儿盖房去了 不是 说提借 给他两天 给他两天 这谁也不知道 我们是 我是妹妹 跟我是兄弟 谁也不知道 就这次说拆签 说必须拿他的签子 这我们才就是 他把户口 弄里的结果 那从头到尾 一直在强调的 就是他的户口 他的户口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 那么实际上 这个东西 这个拆签利益 到底是分七份 还是分八份 牵扯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户口的分量 这户口到底值多少钱 那实际上呢 在后面的调解当中 我们也是发现 这白家的问题啊 就其实归根到底 就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这户口 到底值多少钱 白家的叔伯姑姑们表示 侄女户口迁入老宅 他们是这次拆签才知道 之前闻所未闻 就连2013年 大家纷纷翻盖老房时 侄女也没有提过此事 一个是要拆了 我还要在那盖房 是为什么 那个房啊 已经破了 漏签了 你正好要拆了呀 拆了不行 那我的组业产呢 那不是要拆签了吗 我的组业产 这房分给我了 我就 我准备 我准备 将来我还准备上那住去的 要拆签了 您上那住去啊 没说那哪儿啊 没说拆签 那房的院可不是说都给他的 那是一人两间分给他的 不是都是他的 当时大家是不是憋着去住那小二楼 也有那个意思 那个时候签的协议 这个院子会四个兄弟 对 是按照当初分家的那个划分吗 谁是东屋 谁是北屋 没有 要那么的话 这事又没地儿 还是说把那个地画成四楼 对 他那个分那个 他那个弄那地儿的时候 当时他们几个人商量好 他们几个人 就是这个大爷 一尖一尖签的 到最后才让我爸签的字 我们根本就不知他们写的 2013年 白家几个兄弟 纷纷在老宅的宅基地上 进行了翻盖 同时还签下了一份协议 而侄女表示 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白家二哥 却是最后得知此事 也是最后一个签署分家协议的人 我把这行李弄的 挺简单的 但是非常清晰 老院宅基地 共有东西长22.3米 南北宽13.2米 现分为四份 每份东西长5.75米 南北宽13.2米 留两米的过道 现在由兄弟四人保管使用 后面有一条 如将来公家战地 兄弟七人分钱 各拿一份 特此立正 七个人都按了手印签了字 现在有人不认吗 他就不认了 你们这几个人都认 对 就只有他一个人不认是吗 对 我没说不认 我说不认了 不是我没说不认 那个那个地 他是最后一个 让我们家签字了 他是一斤一斤那什么 当时他们相对就说 怎么那什么 我们不知道 实际 达队就是说 太前满个警觉寿 他也叫我哥哥 也认了 回家就不认了 他在想要补业产 一点权力他都没有 一点道理他都不占 分家没他的 他已经搬走了 他封在这份 拆走了 外边已经盖了房了 这是一个 另外的活字养 术子 他没做到 这是还要把他闺女 户口弄里头 我请过这 这 他仍说得出道理 说不出道理来 这下是几个兄弟姐妹 在一起说一个祖宅的事 大家都念念不忘 永远都要提 每句话前面都要灌一个 这是老爷子的 这是我们家的祖宅 为的说的是一个事 他有根有脉 以为这样就 他就是一个道理 但是实际上 被他们放在对面上 这老二家 他们没有办法 说这句话 是因为跟他们 生活在共同的 祖宅里面的 那个二哥呀 现在要靠 这一对可怜的母女 来照顾 他自己 已经没有办法 照顾他自己 也没有办法 到这来跟他们一样 正真有词地说 我们家祖宅 我家的老爷子 白家兄弟姐妹六人 都认为白家二哥 不应该出尔反尔 既然当初已经同意 并且签字 那么现在 就不应该 为自己女儿的利益而反悔 在针锋相对的对峙中 白家老宅 能不能顺利拆迁呢 请您明天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 第三条解释之 我们的祖夜产 要帮助找第三条解释 祖宅拆迁 七个子女要均分利益 突然出现侄女的户口 却让拆迁无法 也不给我房 也不给我钱 就想看这个人分了 因为 小时候这同意 就因为 我七个人 那您当时为什么要签过来 不是 我就说 我跟我爹妈 我已经结婚了 我后悔没走 我就签到爷爷那个院 我说爷爷同意 爷爷同意 我说签进去 目的不纯了 这都 那为什么不签到 爹妈的院里 我就在爹妈那个院 我就是签到爷爷 那个院 人家是交的上门 他是接班的 白家侄女 当初自己的户口签入 是经过爷爷同意的 而拆迁时 毕竟只有自己的户口 在老宅里 所以自己应该是 拆迁的腾退对象 他说说那什么 老爷在博的时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你这是不是 抢占独立的 可是我们现在拆迁 就是说 每个人有户口的 就有五十平均 那他还要这么说 这个 我这个 还有好几个侄子呢 人家想看了 继承什么 叔伯姑姑齐上阵 只想弄心一件事 他就是 侄女究竟有没有继承权 人家都应该孙着继承 你没有你那个 什么呀 外侄 我外走的呀 你只能继承 你爹妈的传扬 你继承不了 你爷爷奶的传扬 一天面 就针尖对卖盲的两个阵 最终会走向什么结果 那现在这个 您这一家 和其他那六位 他们的这个 你们之间的分歧在哪 我们之间的分歧 就是说 我的户口 在老院子的 和他那个 房地医是爷爷的 台下老宅中 虽然只有侄女的户口 但这并不代表 拆迁就只针对他一个人 叔伯姑姑们纷纷表示 拆迁之前 在不知道侄女户口 迁入的情况下 白瞎兄弟姐妹七人 以前有一份 均分利益的协议 只是后来 有人反悔了 他们六个人想把那个 就是说对宅地币 宅地币合成货币 你们当时签这份协议的时候 大家想好了 是要钱不要房 是吗 那拆迁办 人家又不给 不给房 那时候你们听说拆迁的时候 就认为不会有房 只有钱 那点也没说 拆迁办的时候 想起不给 不给房 那就是说 签这份协议的基础 就是认为 只有货币补偿 没有面积着安置 所以你们选择了 七个人共同分 未来的这个货币 对 是意思吗 对 这我是哥们的事 哥们解释的事 后来我家老爷说 你们要货币 我闺女的房子怎么办 因为说人家这有户口 所以才是什么呢 当时 因为你们这份协议 刚才我听了 写的不是那么清楚 只是说七人分钱 写的太笼统了 那你们当时 七个人商量这件事的时候 是说的这么详细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以后拆迁 只有钱 没有房 所以咱们大家分钱 确定当时就这么说的 是吗 那也能一样 也站在那儿了 别闷了什么样 一个协议 七个人签个字 当中突然有一个人要反悔 不管这个人占领不占领 他总是说这点理 人这二哥他们家的理由是 不认识协议了 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 没跟您说过呀 没说过 来今天来这之前没说过 没说过 跟所有人都没说过 没说过 只有结果 没有原因 对 结果就是他们要多分一份 是吗 对 我户口就在那儿 你就得给我发 不行 在那儿还说你事 但是今天他们一坐在这儿 第一个先把理由说了 因为孩子的户口在这儿 他们一坐在这儿 第一件事就说 而且从事中一直在强调这个 我相信这话你们之前一定听过 没听过 没干净 就说盖这房子 就他们这三间盖这房子 没一个说 不是说盖房的时候 是说您的二哥要批认这个死意 要把七份变八份的时候 多这一份是位 没几天多 没错 对于二哥在签署了协议之后 又反悔的是 白家的几个兄弟姐妹表示相当的 对他们所讲述的老宅的划分 值得也表示了异议 为此他还特意画了一张老宅的划分 还有我想问您家里的老四 就是这个协议里头 不是说这个房子是先四个儿子来保管战友吗 然后但实际上在上一场 那个侄女给我们画图的时候 是三家居住的 老二家老四家老大家是这样住的吧 没有 他也奔出去 他也外头盖去了 我也外头盖去了 那院本来就小 我说得了就让我哥 他们两边盖 哪想到他有个带里头 这一盖子 等于他们三家盖 我要盖等于更小 我没在那边盖 三家盖是就是老二家占了两份 我哥哥是盖了三年 邯郸那带了两年 他带了两年 邯郸的那个哥哥还在北京盖了两天吗 那有人你的房子在那呢 他现在就是没有 没能来到现场 对 就是给您有了委托书了 对 有就是去拿去 好 据了解 白家老宅封盖时 三个儿子共建七间房 只有老四没有封盖 但他们表示 无论是否参与封盖老宅 大家都同意七个子女 平分拆迁利益 而侄女的户口出现 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为此 他们颇有为此 那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关于是签字他也领不了 对 说了 是吧 那就好吧 没有我们其他人 就叫互相签字 是吧 是互相签字的 对 所以其实你们要是不通力合作的话 谁也得要玩儿签 对不对 对 那就好办 那你就签呗 你姑姑没在那你就签呗 没有侄女的签字 就领不了拆迁利益 从里没有六位 舒服姑姑们的同意 侄女药房的诉求 也无从落实 最终 谁会做出让利益 我想问您啊 所以现在这些 拆迁利益 还在拆迁办那放着呢 对 他拆迁办要的一个答案 是八个人的签字 是不是 没人拆迁办没说 反正在说他要不签那 说网吧领不了 二 他要想领 没有网 一个 却一个人得到领不了 七个人 签网才有 为什么说 这是独业码 但是您认为 对 但是我说拆迁办人不说了吗 对 这个 侄女还要签字 所以说 他要的多了 咱们先说拆迁办的要求 好不好 拆迁办啊 跟我们有一次说呀 把他的这个 这个户口 签到他爸爸那上面去 我们都同意 那是不是说 按照拆迁办的 出的这个主意 把这个 这个侄女的户口 签到他爸爸身 就你们的二兄弟身上 就不需要这个 侄女的签字了 对 还是我们七个人 但是现在他没有签到他爸爸那 还是需要八个人 那不行 我就是拆迁办的要求 是不是这样 拆迁办的意思 一共多少钱 这个拆迁一共多少钱 拆迁办没说 你们都都说的 扯好件 你给你弄的769 刚才他们说出了一个数是760 可不是那点 哪听来的 可不是那点 他一直认为就是说 他们老家流利的那种 就是没有我们俩什么事 郑丹明的意思就是 他其实是可以有两种选择 对吧 可以一个是要钱 一个是要房 对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 对于侄女所说的拆迁利益的数额 白家几位叔伯姑姑们 似乎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老柴究竟附带 多少拆迁利益 到底谁有权利分得利益呢 不知道为什么不是760万 因为什么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不听我说 拆迁办 头一回往姐姐说 给我们一人一百万 百八十万 剩一那个说 你们也甭管了 我给他一块金 你也甭管 我给他 我给他两个亿 你也甭管 拆迁办就跟我们这么说 就给他 我不知道他是谁 侄女 你们六个人 一人给一百万 就是六百万 是吧 然后剩下的 就是给他了 是这意思吗 对 他们几个折的件 给他们折769万 因为他们算好了 答对 答对找我爸爸了 跟我爸说 说你们这哥几个 那个就是说 你们这老院货币 人家给你们折了 七百七百七百六十九万 你们一个人 他们就好 挺高兴 说七个人分 一个人一百一 是吧 所以这么着 拆迁办的人给你们 对 拆迁办的人替你们家分了钱 是吗 对 他们服务还挺周到的 他不干 我本来就不干 本来就不干 你们七百万 不是 你们七百万 你们都分了 没我的了 人家那干了 我就说上来 说你们付给钱也行 说有这房子给钱吧 也行 咱们怎么也得给人家工资 他说我们那个 我说我半手机吧 我半手机 我们俩人回到院 就耗他这家工资 找房子不够啊 现在就找房 特别的贵 大夫 他来我病不愿呢 你说我们俩这次 都离不开人 对于拆迁办 给出的分配建议 白家侄女并不同意 他声称 自己只要房不要钱 难道白家侄女 没有房子居住吗 您刚才说的拆迁办 这个方案 你们是愿意的吗 我们愿意 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 他说那给七百多万 我们这齐个人 就一人一百万 他能干吗 给他多少 他得 我问一下 这样 他自己还有个户口 在别墅是吧 是这样吧 对 丰台那有房 在丰台那有房 丰台有房 也是这位 什么金给的呀 不是 丰台有房是在谁的名字 白德兰 在他闺女名字 你还有房呢 你怎么不说你有房呢 也是这个宅基地吗 不是 不是 公租房这位 那什么 也是那什么 是公租房 原来是公租房 原来不是 那不影响人家在这儿的利益 那还真不影响 他总是从那边牵过来 对 这一个房室 我老是 是我老公的 在有时候说 这行属于 房混房子 那个户口没关系 去了解 叔伯姑姑们提到的 侄女的住房 是来自侄女的爱人家 并不影响 她拥有拆迁资格 可几个长辈 为什么对侄女意见这么大呢 这一大家子人的关系 到底如何呢 可是我们现在拆编 就是说 每个人有户口的 就有50平米 侄女要房不要钱 让拆迁至今面临阻碍 你拆迁板说 主上走货币 我侄女 她知道 后来我家老爷说 你们要货币 我闺女的房子怎么办 因为说人家这儿有户口 所以才能什么呢 几个长辈一致要求 希望侄女 牵走户口 侄女最近能否答应 不是 你们700万 你们都分了 没我的了 您正在收看的是 第三条解释之 我们的准备场 就是咱们这个 白家人也都一把年纪了 到现在 诸位这点事 还一直没有商量妥 跟您的二兄弟 兄弟情意怎么样啊 我跟你说呀 要说情意 我一直跟他也不错 为什么说 我这个两个老子 孙家伍就说了 两个人 哥俩养一个 我父亲 归他 跟这个老四 活着腰死了上 这我母亲 活着腰死了上 是我们哥俩的事 我就是说的意思 他这 他这做儿子的 没没做到 还想要了 这个老子 这个 这个组业产 他这组业产 已经开走了 外边已经盖了房了 这个老宅子 就不应该有盖子了 所以我在那个 七一三年 一一三年 写个协议 给他 算在我们的七个人里面 所以我们就够让一步的了 到现在他还不行 我没做到 你做到了 你怎么呀 你带了 不可能 你想的真美 您是大姐 那个父亲 是特别偏疼老二 是不是 这你们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那他肯定也偏疼他的孩子 对 对吧 是不是 他就是偏疼 对 我觉得他们可满不一样 跟我也 他们也行 好 那我最想 也疼您是吧 您户口在里边吗 刚刚我一出嫁 就老出嫁 刚刚我们也在 原来在 后来不在了 对对 结婚就不是 打签出去了吗 现在的结果是 老二他们家的孩子 大女儿 是吧 户口在里边 我想问一下大姐 您说这个结果 是不是您父亲 有意为之 那咱们也不知道 他说 老爷子 我根本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那说老爷子 得说吧 都不知道 拆迁了的时候 知道的 然后拆迁了之后 知道之后呢 我为什么问您呢 您是大姐 我觉得您说话 应该还是 会负一些责任 毕竟是大姐 所以想问您一句 您现在既然知道了 想一想 是不是父亲 是有意为之的 有意为之的呀 就是父亲 是不是就想要 就想要偏向他 希望未来 这个宅子 对他能够 多一点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他要这么说 这个 我这个 还有好几个侄子呢 人家上他了 继承权了 咱们没说法律啊 说法律都非常清楚 像着他 对 像着他 连他的闺女儿子 我爸爸都偏向他 按理说 都是要么偏向老小 不行 人家那个媳妇会说话的 那这 会唬着他呀 那这我们小时候 他那个孩子都 那个刚几岁 我们下了学 都都背着他 这点都磨得 这看我这 白家几个兄弟姐妹 一致认同 老父亲一直偏向二哥一家 在这个问题上 心理专家毕金仪 却给出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我 其实我想问你一下 为什么你会觉得 他爷爷有意要 吞藏这个儿子 从结果上来看 从结果上来看 就是说现在户口 在这儿 从咱们农村来讲 如果要是说 这个宅子里边 本来就没谁的户口 把第三代的户口 放到里边去 有可能从老人的角度呢 他就是想要做点什么 我觉得他会直接说 或者他用 比如用文字的方式 他们是很容易 就是我觉得 那个 我们有分家的习惯嘛 就是中国的这个 这个宅地 经常是有分家的 这种习惯的 他都是找 村里会写字的人来 把这事说开了 那才真是要保护 一个人的利益 我觉得他不说 其实是想含混 含混就是因为不方便 交代给一个人 他也不愿意这么做 老师他们家 规议户口在里边 就是我觉得老人 对户口没有概念 所以你看 这家留下的文件 是什么 这家留下的文件 是五几年的 老人是认这个的 对户口 白天精品给我大饿了 他都不让活动 他跟他好 他都没给了 这儿有老大呢 他那等于没干 没 分是 分是 分都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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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没有 当时确定自己 对 现在还是可在一块 那那个土地手 实际上有 有 难度了 帮着安地记的 这都是五零年土碍 那点呗 或许在白沙老父亲的观念中 对于户口问题 他并没有太多的意识 他似乎觉得 只有地气在手 才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那么对于 祖宅拆迁的政策 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 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咱们这个政策 宅基地 腾退 补偿 安置方案 这个 他这个方案里边呢 这个有两条 我觉得还比较关键 那么一个呢 谈到说是 被腾退人的概念 那么被腾退人 他是指腾退范围内 持有宅基地批准文件 或宅基地腾退补偿 安置工作组认定的宅基地 使用人 就是说这地是谁的 看来是个很核心的概念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 我想这个问题 可能也是 就是你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想法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说是老宅 对吧 老人留的 地是老人的 那么但是这里边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是谈到了叫 被安置人的认定 被安置人的认定里面 他是这样的 在腾退范围内 有正式户口 正式住房 并长期居住 这叫被安置人 这个院子 一直就是没人住 从我爸 一上他那 我就那院子 一直空着了 一直没人住 他带我哥哥回来 人就说 我落叶归根 我退休了 我回来以后 我得有个家 我得有个窝 我得有个住 这么我哥 人家回来盖房了 这个方案当中呢 还有一个说法 就说 不管这个兄弟姐妹 有几个 或者是否还发生过 继承了稀产 那么都是这个 一个院呢 都原则上 视为一组宅地 是吧 这样的话 所以说 你们不管是七个 还是八个人 只能算一处 对 所以你们这七个人 或者八个人 没有统一的意见的话 这个安置方案 就解决不了 你们就拿不到钱 对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拆迁安置方 迟迟不给你们 这个给钱的原因 你们是视为 一个主体 所以你没有 一知意见 就不可能给你们钱 要是住这个 旧韩南五桌 一年回来 一回两回在那住 剩下 没一个人 说咱们一院子 有住的 根据律师 对拆迁政策的解读 我们得知 拆迁针对的 只是整块摘机体 而并不是根据 人数 或者户口 来进行拆迁 所以白家 要想完成拆迁 拿到利益 就必须一家人 通力合作 这个道理 他们明白吗 有一个协议 写的是分七份 现在要拆迁了 七份变八份了 其实分歧就是这样 然而呢 你们这个分歧 如果大家达不成 一致意见 谁也别想 从拆迁当中 拿到东西 这个就是 现实的状况 所以虽然 你们非常不愿意 但是你们 彼此之间 必须得商量 商量 因为他家里活着 没有他继承的 那么份 不能 来我给你去一次 白家大姐的反应 令调解现场的 气氛有些紧 调解嘉宾提醒大家 这不但不利于 解决问题 反而会激化矛盾 常言道 有礼不怕奖 既然有满腹要说的话 那就从那份 分配协议说起 我哥呢 就是没有他的份 反正 他那个坚持 坚持的那个什么 没有 就这么搁着 也没有他的份 反正他都签字 猜不了 反正怎么说 也没有他的份 我给你们起一头 这位侄女也听着 这东西你不认 恐怕是不行的 东西在这摆着呢 听着 如果你想把这推翻 那就意味着 你有六个对象 需要去做工作 懂吗 需要征得他们 所有人的同意 你们现在是一根绳子 拴得死死了 所以别把关心弄得太香了 脸不要撕破 商量 这个 是你们大家伙商量出来的结果 要把它推翻了 要重新再来一个 当年这个做的工作 要重新再来一遍 而且他们没有这个打算 是你一个人的打算 你想想看 有多大的可能性 或者你们可以 像很多福气薄的人那样 钱就在嘴边上 就在这儿 你休想放到兜里 能耗多长时间 就耗多长时间 商量 我不想听到一句的听话 商量 你把对方说的再不堪 他该得到 他还会得到 所以不要说那没意思吧 开始 大爷姑姑 你们打算怎么解决 我们的意思 我个人的意思 就跟那回你爸爸 我们几个钱 欠了鞋子 协议 回准 是他们的 是他们的 是我们的 你说的 白家的叔伯姑姑们 还是希望按照 2013年签署的协议 但这样的结果 侄女能接受吗 祖宅面临拆迁 侄女的户口突然出现 独月产 就原本要 我提个人 那您当时 为什么要牵过来 不是 我就说 我跟我爹妈 我已经结婚了 我父后也没走 我就牵着爷爷那个院 我爷爷同意 爷爷同意 我牵着你 目的不纯了 这都 我户口就在那 你就得救我方 不行 在那不说 你事儿 他说个 老爷在活的时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你这是不是 抢占独月产 我们现在猜拳 就是说 每个人有户口的 就有五个 侄女要房 不要钱 让拆迁至今 面临阻碍 你拆迁办 说主张 要走货币 我侄女 他只能 要货币 后来我家老爷说 你们要货币 我闺女的房子 怎么办 因为说 人家这有户口 所以才算什么呢 几个长辈 一直要求 希望侄女 牵走户口 侄女最终 能否答应 但是不是说 按照拆迁办的 出的这个主意 把这个 这个 这个侄女的户口 签到他爸爸身上 对 你们的二兄弟身上 对 就不需要这个 侄女的签字了 对 还是五七个人 但是现在 他没有签到他爸爸那儿 还是需要八个人 那不行 我本来就不干 凭什么 你们七百万 不是 你们七百万 你们都分了 没我的了 在这场人数 众多的拆迁纠纷中 调解方案 又该如何制定 您正在收看的是 第三调解试之 我们的组列产 我个人理解的 张安那回你爸爸 我们几个签 签了协议 为主 那我不同意 执念 刚才张吕在上面 给解释了 你们的拆迁证 你没见吗 没听见张吕 可以再跟你解释一遍 你听见了 对不对 你刚才在外面 听见了 你知道不配合 那不能作为你 不签字的理由 我就不配合你 我让你干不成这事 然后你们被扩 被同意 这不是 我没服务 你得说你的理由 你要一份的理由是什么 我就要我付口的 刚才张吕说的 咱不能锣了钢在这 我让张吕解释过 你没听听都没关 你过来 你到这来 让他给你解释 那也不能说 就是说 他们说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们签的协议 不是他们说怎么着怎么着 是拆迁协议上写的 是拆迁政策上写的 你不带来 是因为你认为 那东西对你不利 但是你不带来 不意味着他不存在 我今天没带来 你没带来 张吕就有 我告诉你 他给你看呀 你哪条不明白 他给你讲了 因为你们各位都没有带 拆迁政策 拆迁政策是我们给你们 做调解工作的一个标准 所以呢 是您女儿那一帮 在私下 给我们工作人员传来的 这个拆迁政策 比如我们律师给出了解读 现在你们共同坐在一起 再简单的给您解释一下 这个安置方案里面 第一条谈了这个 被腾退人的概念 那么是讲这个 腾退范围内 持有宅基地批种文件 或宅基地 腾退补偿安置工作组认定的 宅基地使用人 那么这是被腾退人 那么这其中还有一个概念 叫被安置人的认定 那么被安置人呢 是指在腾退范围内 有正式户口 正式住房 并长期居住的人 所以你们要重点考虑 就是说 自己是不是完全符合 这里边的规定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不是说 这里面是七份或者八份 你们的整体呢 是按照这个文件的 这个要求呢 不管这一院里边 是几户人家 几个兄弟姐妹 或者是否进行过 继承和稀产 总体呢 仍然视为一院 所以你们的利益 是共同的 如果你们达不成 共同的意见的话 那么这个院子的 这个补偿安置呢 就在你们这里 不会兑现 就这么一个事情 在拆迁利益的 分配问题上 白家两个阵营 都各执己见 毫无退让之意 见此情景 调解嘉宾决定 暂停调解 到第三现场 商讨可行的方案 按照他们的第一方案 我觉得是合理的 这几个 一人拿一百万 剩下都回他 把这事给他们俩了 否则就一直扯拼 其实 这个事不是说 分七份分八份的问题 就是给他这户口 估个价 他本来已经 一百六十七万 是吧 这说问题 他们知道吗 我相信 那个侄女是知道的 而且他不满意 所以他不说 他不满意 所以他不说 对 是吧 我去问 把这个做技术 调解嘉宾们 经过反复商讨 最终会给出 什么样的方案呢 这个 咱们再不要那个啥 有别的想法 我我把话没有说绝 你知道吧 我就考虑到 咱们老一辈子在这 这个宅基地是老人的 不是你们的 你们七个人写这东西 法律上有没有效力 我不好说 知道吧 但今天要处理这个事 所以我不谈 因为一谈他那边就起来了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给你读 不知道你们听见了 被安置人很明确的是谁啊 互勾在这的人 跟您几位是一点关系 我是今天讲的情 我不讲法 我是个律师 但我今天没讲法 因为我要考虑老人的定义 然后再说 我刚刚给他说了 你别觉得冤 你是下下份 跟你没关系 对吧 老人不计你的 给你给一份 你高兴你了 对吧 我是把你站在 咱们老人这边说的话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再不要有别的想法 我和毕老今年成情成义 帮您把事解决了 对大家都是个好事 刚才我又上 要不然就怎么到了 您说的 刚才您说的 白家侄女表示 她不再坚持药房 只要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拿钱也可以接受 七个兄弟姐妹 一人一百万 侄女 因为你矮一份 所以你比他们少点 六十九万 行吗 您觉得冤啊 我再给你多个药 你从这里边 你们一人拿走一百万 然后就搁着一万块钱 您不同意 在调解嘉宾 与双方反复沟通之后 他们最终能否同意 调解方案呢 第三调解是之 我们的祖夜产都 正面临拆迁 侄女的户口突然出现 不是她什么时候 把她闺女户口 认为了 也不给我房 也不给我签 正常他们七个人分了 因为享受这族位 就原本我们七个人 那您当时为什么要签过来呢 不是我就说 我跟我爹妈 我已经结婚了 我户口也没走 我就签进爷爷那个院 我说爷爷从你 爷爷说提侣 我就签进去 目的不纯了 这都 我户口就在那 你就得救我房 不行 在那不说 你是啥说的 她说 老爷在活的时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 你这是不是抢占独越长 可是我们前面拆迁就是说 每个人有户口的就有五十十五 侄女要房 不要钱 让拆迁至今面临阻碍 人家拆迁卖的时候 主持人要走货币 我侄女才是哪 后来我家老爷说 以为要货币 我闺女的房子怎么办 因为说人家这儿有户口 所以才是什么呢 几个长辈一直要求 希望侄女牵走户口 侄女最终能否答应 那是不是说 按照拆迁办的出的这个主意 把这个 这个侄女的户口 牵到他爸爸身上 就你们的二兄弟身上 就不需要这个侄女的签字了 对 还是我们齐个人 但是现在他没有牵到他爸爸那儿 还是需要八个人 那不行 我本来就不干 本来就什么干 你们七百万 不是你们七百万 你们都分了 没我的了 在这场人数 众多的拆迁纠纷争 调解方案又该如何制定 您正在收看的是 第三调解试之 我们的阻裂产 第三调解试 欢迎回来 在刚才我们去商量 调解方案的之前 看似今天的这个调解工作 很难有一个结果 但是呢 刚才经过毕老师 离你外外不停的努力 我们在拆迁办给出的调解方案的基础之上 做了一些微调 这样的话呢 初步有一个结果 双方也都比较认可 先让毕老师来说一下 好吗 做这么多年第三调解试 最欢乐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唐姐 你们各位不能体会 对我们来说 这个是最让我们感到满足和 这样的一个片段 就是刚可能在五分钟之前 还看不到什么希望呢 我们刚才在上面开会的时候 方案也是换了几次 但是我们都是有个硬脾气的 愿意努力 因为想要让你们得到最大的口 最终的方案是这样的 老哥们姐们七个人 一人一百万 侄女因为小一半 所以她拿那零头 剩下多少 归她 然后大爷 姑姑们 恒西这个孩子 一人给出一万 就算是零花钱 每个人 我觉得你们都经历了 那个情感的感受 对吧 不管是过去生气的事情 还是心里面姑娘他们不容易 反正 我相信你们内心是有情感波动 能感受得出来 但是是够意思的 到底是长辈 有同期孩子 这娘俩呢 我是觉得他们是可怜的人 女人巴扯的过日不容易 但是他们也 我觉得挺大的呢 那么长时间 你们都纠结了那么长时间了 他们也是 做工作 能挺不挺去别人的权 所以一家人 都是想到的一家人 谢谢 在调解艰难到几乎绝望的时候 在调解嘉宾的努力下 终于出现了一条阳光大道 白家人最终接受了调解方案 这不仅让我们感觉到了快味 更让当事人之间的亲情 得到了极大的声闻 当务之急赶快去跟拆工办提盘 把这件事情落实了 谁也别再跟谁梗着了 这样大家都签了字 然后都能尽快地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好吗 咱们都干点务实的事情 那么今天这个 这个案例当中呢 我想我们也可以就是关注一个重点 对这份统地的这个分配利益 他们之间做了一个 处理意见 所以这一份协议本身的这个法律性质 或者是有没有法律效力 我觉得本身也是带考证的 然后我针对那个详细的步骤 跟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因为还是有一段时间 那个彼此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定牛 为了防备大家以后再因为什么琐事 勾通不畅 带来的不愉快 建议你们根据这个拆签的时间表 一边派一个人 比如这边直那去 那边是跟个姑姑 还是跟个大爷叔叔什么的 跟着一起去两边 两个人一起去谈一起谈 好吗 因为都是在我们这个调解的基础之上 有那个合同了 大家心就朝一份使劲 行吗 争取尽快的落袋为安 好吗 在我们分开调解的时候呢 毕老师首先是在这边 对这个老二的家人做了一下工作 但是呢 我在旁边看着 我觉得真是捏了一把汗呀 因为他们的执念 还是很深的 所以当时感觉挺绝望的 但是呢 在这一家人啊 在二哥这一家人经过沟通之后呢 突然之间事情有了转机 所以也就像我们在同台的时候 毕老师所说的 这是一个我们作为调解员 在进行调解的时候 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瞬间 就是大家通过各自的让步 最后达到一个共赢的目的 对于这一家人曾经的各执己见 我们可以理解 毕竟对每个人来讲 这都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大事 但很多利益都是在退步海阔天空时 才能够真正实现的 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学会宽容和理解 共建和谐家庭